来到苏北省明兰市这里有一个兰花园 自从1985年开始大量种植各种兰花 花园的主人在里面设计了一个咖啡厅 让客人可以边品尝咖啡边欣赏鲜艳的兰花 如果我个人的优优独立的兰花园 如果我个人的优独立的兰花园 那是很长期的兰花园 它不是像是一种兰花园 所以如果是一种兰花园 如果是一种兰花园的兰花园 从以前开始有了有了的兰花园 兰花是世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 因其易于照料且花费不多 而在印度尼西亚非常受欢迎 在棉兰市有一片兰花园 里面种植了各种兰花品种 自从1985年 这片花园就种植了数千种兰花品种 石湖兰和蝴蝶兰 是最受买家欢迎的兰花品种 其售价从7万到20万亿尼顿 花园内的数千种兰花种子 大多来自于台湾和泰国 兰花园主人表示 自从疫情爆发至今 越来越多的游客参观 这片占地一共请的花园 不只是当地居民 苏北省外的游客也前来参观 零花园主人 从巴当、北kanbaru、南宝 甚至因为我们也在网络经营业 所以我们也在网络经营业 像 Jakarta、Bantan 花园里有一家咖啡厅 名为兰花咖啡厅 这家咖啡厅于2020年开业 游客们能在这里边品尝咖啡 边观赏兰花之美 兰花咖啡厅从早上10点开到晚上10点 咖啡厅管理人表示 这里提供的食物和饮料的价格 从15000到几万亿尼顿不等 炒芥兰菜是这里的招牌菜 芥兰具有多种特性 其中的维生素B6含量 可以修复受损的血管 咖啡厅管理人的 亚迪士兰话咖啡厅的顾客之一 一望无际的绿色风景和五元六色的兰花 让他能在这里久留 从一位朋友得知这家咖啡厅后 他也邀请同样喜爱花卉的朋友前来参观 一边放松身心一边观赏兰花的美丽 也许这片兰花园能成为人人度过周末的大卡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